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 感情一直都很好 就前段时间 他突然给我提出了分手 真是莫名其妙 我发现他身上的坏毛病 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和他在一块 实在是太累了 我觉得我一直都在迁就他 可他突然觉得 我身上毛病特别的多 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他 可是他却对我越来越冷漠 我该怎么接受他 这标题说的 互相迁就的爱情 该不该要 我相信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也许在你们的内心 就已经有答案了吧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秋23岁 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李21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了 就是主持人我俩 就是现在矛盾已经太多了 然后我都感觉 快过不下去了 觉得太累了 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主要是你事太多了 你说我怎么事多了 比如说前几天 我们刚来天津的时候 刚下车 就有个出租车司机 问我去哪里 就是他说去酒店 出租车司机说 最少二十块钱 那行二十块钱 他知道 从那到酒店 其实没什么贵 好了你别说 主持人我跟你说这个事 就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这个人吧 就是平常到一个 陌生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习惯性地 查一些附近有什么吃的 有什么住的 有什么好玩的呀 或者说那公交路线什么的 我都好提前查清楚 然后这次我就查清楚嘛 然后就本身就是 起步驾的功夫 那个一个开出租车的 一个司机 张口要二十 我当然不愿意 我肯定会找他理论理论 我说为什么就要二十呢 本来起步驾 这种道啊 因为咱来到陌生的城市 如果他说的价钱 有点高的话 咱可以选择不去坐 咱可以走 咱没必要去给人家 理论什么东西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知道吗 那你是害怕 担这责任的 你到了个陌生的地方 那你就害怕咱们这人吗 并不是你想的这个样 其实我是想的 咱只要安全到达就可以了 没必要很想理论这些东西 你们俩这个点点滴滴 都有冲突 你看来天津路过节目 也有冲突 接着说来之前是什么问题 你不爱干净你知道吗 我主意你看 我像不爱干净的样 这事我真不好说 你说吧 他今天这来录节目干嘛 他穿的就是人五人六 他其实就是驴分蛋子 外边光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在全身广场那边玩 然后坐公交车 我就领着他 到最后一排去坐了 我那一屁股刚坐那个地方 那紧接着就那个味 就把我顶得不行了 因为夏天热嘛 然后都不要让他 穿那个五角的鞋 我就让他穿那个凉拖 你知道吗 然后我赶紧就打开窗户了 我就感觉缺氧了 然后人家有一个乘客 就是不夸张地说 就上去就 就闻看到底是谁的味 好歹到站了 我就赶紧领着他下车 别提多尴尬了 是 比如说我一天干活能累 然后我运动量很大 所以说导致出了汗 这个味 其实不是我个人原因的吧 你这是新陈代谢 这个很正常 不光像你别的 有可能也会有这个 有味的 但是你这个不洗 你为什么不洗它呢 我每天按你的说法 每天这个脚啊 一天洗三遍 比如说中午出去 出去玩买饭吃饭是吧 穿脱鞋出去出去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再洗一遍脚 我脚脱了 比猪蹄都白斤了 说还有个问题吧 比如说我洗澡吧 一天也是你洗三遍 比如说这嘎之窝 必须用肥皂打出墨来 比如你的使劲搓 搓到它闻到没有味之后才可以 说没有必要这样洗 那我是对你的个人希望 我感觉这为什么 还有一点 刷牙吧 刷牙我最受不了 刷牙它要左边右边 里边都得转一下刷 问题是刷舌苔 咱们平常我没想到会刷舌苔 但要我刷舌苔 舌苔刷完之后 把牙刷涮一下 再刷一下舌苔 刷三四遍之后才完事 那你不刷舌苔那也不对 那也是个人卫生 那你不刷舌苔 你跟人你好 让你接着问你口气 那谁还愿意跟你说话 说你这洁癖太厉害了 你这不是洁癖 平常出去吃饭吧 就餐桌里有些餐具什么的 他比如先剪下一遍 把餐具都擦干净之后 可还有一点我最受不了 就讲服务员身上有没有污渍 这点他也管 那你说你一个酒店的一个形象 是吧 咱去那个吃饭 你代表一个整个酒店的一个形象 如果你身上脏吃拉糊的 那你反正我没心情再吃下去了 再说一个女孩子家的 你拿什么餐厅纸 拿什么手帕呀 擦擦桌子 擦擦椅子 这都很正常 那怎么了呢 没有这么太多必要 那你不说吃饭呢 我还想起来了 就还有一次 就是说那个他就好结交朋友嘛 那男人能结交朋友 以后在工作有帮助 那我都能理解 那吃饭老是抢着付钱 那半道的就说 我去趟洗手间 我去买盒烟 中间卡一下就刷卡 把钱就给交了 那有一次 一共就我们上就几百块钱 都没有钱了 往后还得维系生活嘛 然后就是他又出去 又把钱给交了 我当时都懵了 我俩吃了将来一个月 方便面 当时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都商量好了 就AA这 可吃完饭的时候 我们大伙都坐一块 就明显就是等着有人付账 我能 就我能烦着 能磨叽 干嘛这么勾心度角呢 我还不自己把钱付 早走早完事啊 你这种朋友 就是酒肉朋友 你知道吗 还等着谁付钱 还抢着 还能有人抢着付钱 那你这样还结交什么朋友 这种朋友不中交 你知道吗 那顿饭已经吃了吧